近日 一则关于谷爱玲的雕像 在北京密云南山学厂落成的消息 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而谷爱玲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 转发了有关此事的报道 并表示国内媒体不敢报道此次事件 她在国外的媒体采访中表示 对自己的雕像感到惊讶 然而 谷爱玲对于为什么国内 给她一个大活人立雕像 感到困惑不已 毕竟 她只是一个年纪20岁的00后 尽管她曾经获得滑雪夺金牌 但在滑雪界的成就并不算高 这两年一直代表中国参加各种比赛 然而 她与中国滑雪队之间有了一份合同 对于一位合同制运动员来说 签约是维持继续合作的基础 往往合作是几年一期 到期后会有续签的情况 在中国的体育界 雕像通常是为那些 为国家赢得重大冠军头衔 取得突出成就的运动员而立 然而 对于谷爱玲 这样一个年轻的运动员 是否应该给予如此殊荣 却引发了一场争议 谷爱玲在滑雪项目上表现出色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奪得金牌 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毫无疑问 她的成绩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应该为她的优异表现鼓掌较好 然而 立雕像这个举动 似乎有些过分 甚至有些不合理 中国拥有众多值得纪念和崇敬的优秀运动员 例如刘翔 姚明等等 他们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那么 为什么谷爱玲的成就 会被放大到需要立雕像的程度呢 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因素 年纪轻轻 刚刚融入社会的她 本应接受更多的培养和魔力 无论是个人 还是运动能力上 都需要更大的进步空间 送她雕像 是否过早地形成了 对她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此外 立雕像的行为 也是对其他优秀运动员的 不公平的一种体现 中国拥有无数优秀的运动员 他们的努力与奉献 同样值得我们称赞和崇敬 然而 只因为古爱玲在这个特定时刻 获得了金牌 而基于她这种特殊待遇 平添了对其他运动员的 不公正的争议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没有雕像 这是一个事实 他们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创新 为人类的科学进步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 而拥有雕像供人们纪念 那么 相比之下 美国人古爱玲的贡献有多大呢